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點 那裡的立委 集體工 收錢的案件 地檢室在那裡 正早有一個大廊來起訴 歡迎在庭 國民黨的立委 廖國董 丹蕭銘 跟民進黨的立委 所親親 繼續來收藥 不過現在是立喚義開義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繼續來收藥 就要經過立喚義的同意 再去這個公文上到立喚義 經過國黨團的協商之後 同意 繼續來收藥 發言秋帖公文 真是早上 台北電話人所發的 要問立喚義的許可含文 因為台北電話人 已經在今天早上裁定了 國民黨立委 廖國董 丹蕭銘 民進黨立委 所親請繼續收藥 各黨團同意列入 臨時報告事項 予以許可拘押 法院續押是由法院來做決定 那我們尊重法院 那他有來要求立法院同意 那也是法院的職權 他來做決定 各位比特檢數起訴的 涉案人員裡面 無論一個立委 就政府不不請回 廖國董丹蕭銘所親請確定 結束收藥 所親請各位辦公室主任 以學用 丹蕭銘辦公室主任 入門院也未採定結束收藥 台北當事項李行龍白秋頭 是你關國公司總經理過客民 要有廖國董辦公室主任 訂購看 國以一千萬一百萬到五十萬塊交付 國黨團都精神應對 那各黨團都有同意說 在這幾位立委被地院羈押 申請羈押送立法院同意這個事情 那各黨團都表示同意 那一講他們都已經停權了 所以目前就是處分到這個程度 那再來就是要看法院審理的結果 這件立委接受五十萬元 檢驗賺 任法院休閨時 有當中開疑後早上公文 因為這是大案件 所以說他們去國家的關心 對戶口 一定會投票